来关心国际重要讯息 美国NASA在太阳系外发现了一个表面有水的行星 地表温度大约在摄氏22度 围绕着一颗恒星运行 在各个方面与地球的相似度到了令人惊异的地步 推估可能有生物存在 开普勒太空望远镜项目小组的科学家们 在首次科学会议上宣布 在距离地球600光年的地方 发现一颗可能非常类似地球的行星 这个被命名为开普勒22b的行星 大约是地球的2.4倍大 围绕类似太阳恒星轨道运行 可能是个可居住的行星 在研究是否存在地球以外的可居住行星上 这个新发现是一个关键 这也是目前所发现 第一个恒星类似太阳 且可适合人居住的世界 科学家的发现将刊登于天文物理期刊 在太阳系恒星轨道之外 所发现的500个行星中 它是最小的 其表面的最佳位置 有液态水的存在 也是适合居住的最重要条件之一 新唐人亚太电视江紫阳编译